那么另外我们还要看到这位桃园的44岁的男子 他在接种高端两天之后就不治 那么遗孀控诉 他说呢昨天你记不记得在板子上 因为我们的讯息都是来自指挥中心的官方讯息 所以第一时间就写说他的体重是什么120公斤 那遗孀很不能接受 他说他丈夫被指挥中心增胖了吗 去年体检体重是90多公斤 哪来的什么120公斤 这是家属今天这个自己讲的 好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想先请教一下这个理事长你怎么看 这次死亡的跟AZ不太一样 AZ真的是第一批打的年纪很大 那么这批呢感觉上年纪不是太大 而且根据家属的讲法 其实身体的状况都没有太差 你怎么看 今天我也看到很多消息说什么 什么高高瘦瘦的人比较有问题 说什么这个血压高的人比较有问题 还有人说呢你在去打之前 最重要的是血压 血压要一定的稳定程度 一个星期才去打 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吗 这些说法都是有待商榷的 因为他现在打的这些人 基本上这个族群就是比较没有 这些风险族群的 你又硬要把它归到那里去 那这个是不对的 像我们打个比方来讲 就是刚才讲那个说体重过重 体重过重是疫苗打的这个死亡的风险吗 一点都不是 它是感染会死掉的风险 而不是打疫苗死掉的风险 你这个牵托 在牵托这个东西牵托什么玩意儿 这一点意思都没有 所以说这股洲这些死亡的案例 都应该把它当做一个 很严肃的案例去看待 不能够很轻率的 就给它做这个检查下去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 我们在打那个AZ 打莫德纳疫苗的时候 也曾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一天死了很多人 没有错 那个时候因为他们那些资料 他们那些这两个疫苗 它都有很多的背景资料 有多临床 有多三期临床试验 做了很多很多的人 他知道这个东西 是在他们的临床试验里面 没有出现的东西 所以说他可以用背景资料去比较 所以李明颖说那个话 如果在他以前说的话 那就是对了 没有错 我们有很多背景的人 背景资料的人会死亡 所以那个不能当做这回事 可是现在这个 我们这个高端疫苗 它根本没有做临床试验 没有做三期临床试验 所以说这些东西 都不能用背景资料去比较 你要把它当做是一回事 所以说在以前 假如说一个主动脉剥离 比如说一个 在一个打AZ疫苗 或者是莫德纳疫苗 它解剖到了主动脉剥离的时候 到主动脉剥离 应该就可以结案了 因为他们没有 他们在以前的资料里面 临床试验的资料里面 没有告诉我们 他们会有 那个内皮细胞的破损的这种 这种不良反应出现 可是现在如果 它是高端的话 它就不能解剖 不能停在这个地方 不能停在说 主动脉剥离 或者是有心胞膜填充 这样子就把它停掉了 不可以 它要继续做下去 做什么东西 做内皮细胞 到底有没有抗原抗体的反应在里头 要做这个 对 要做到这个东西 那请问一下 这个是验尸的时候 前一天都会检查吗 对 结果都会吗 它在这个疫苗的时候 它就必须这样做 它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就结案 但我们现在有这样做吗 现在高法律有这样讲 高法律有这样讲 所以它了解它才会这样 说这种事情 否则它就不会说这种事情 因为这种东西 在我们常理上看 在一个已知疫苗 看起来的话 它是没有问题的 到这边就结束了 可是现在这个不能这样 不能在这里就结案 一定要继续做下去 好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在出现这些案例之后 高端出现了民众 自动的还打潮 8月23号报道 击中率是92.8 8月24号 就到了90.2 陈时中说 虽然有一些下降 可能有影响 但是还没有造成还打潮 他不认为这是还打潮 但是民众确实 这个心情很紧张 那个爽约率 8月23号是7.2% 到了8月24号 微幅增长 变成了9.8% 这个很多人 满满台湾价值的手臂 慢慢缩回去了 所以我先请大家 我问一下大家的问题 我们共同讨论 对于高端的施打率下降 你怎么看 他反映了民众什么样的心情 如果你有登记的话 你会不会想去还打呢 留言给辣碗报 我们来共同讨论 我还要请教一下 这个理事长一个专业的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位 作家 网声之后 第一时间 陈时中在记者会就说 看起来像是心肌梗塞 他一讲之后 这个绿营就开始带风向 王浩宇等等 还举出了他的争状 12345 我跟他通过话 然后这些确实都符合心肌梗塞 就一直在往心肌梗塞的那个风向带 之前我们就觉得嘛 不管如何啦 人死为大 在还没有做任何的解剖之前 你就立刻下断雨心肌梗塞 合适吗 然后今天的这个陆之骏 初步判定解剖出来 主动脉从心脏 以及心胞膜有破裂 引起了心胞膜甜色 合并心阴性休克而过失 这个是心肌梗塞吗 这个不是心肌梗塞 这个不是心肌梗塞 但是跟心肌梗塞 在临床上很难鉴别出来 所以他们当初讲说 这个临床诊断像是心肌梗塞 这个是可以原谅的 因为他们当初就急的 要把这个病例给鉴定出 跟疫苗无关 所以他们就一直这样做 那我们当初如果 在以前的AZ疫苗 跟莫达纳疫苗的话 我非常希望他们当初 用这种态度去处理 不要在那边暧昧来暧昧去的 说这个是不是我都不清楚 要等到专家会议鉴定以后 我才能说 今天怎么一出现这个问题就说 你看他对高端爱护之情 可以溢于言表 一下就知道他爱得要命了 才会这样子 马上就要宣布 跟他没有关系 可是问题是现在高端 你就不能这样的 你就不能用这个态度去 因为他是没有三体临床试验的 所以光光临床鉴定 你没有办法厘清所有的真相 你应该把他所有的不良反应 都要当作一回事 还要进行他的 违免的一个鉴定才有办法 所以你看看 这位陆姓作家陆之骏 他的遗体解剖很快就 结果就出来了 23号接种 24号上午死亡 26号中午结果就出炉了 所以巧琴你怎么看 我觉得一个对照组 就是九把刀的岳母 他的岳母因为打AZ而过世 当然家属也希望能够找出原因 所以寒泪接受了这个解剖 但是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出来 这个部分可以三天出来 这个部分到现在为止 一个多月过去了还是不知道 因为高端对民进党来说 好像是自己亲生的孩子 那AZ莫德纳或BNT 那都是人家爆来的都不喜欢 所以你看在同一个事件 他应该都是属于疫苗要害的处理 你再怎么说 你要按先来后到的顺序 那九把刀的岳母 他先发生这个状况 为什么他的这个相关的解剖 是排在后面呢 显然就是说 他希望赶快去解剖之后 可以告诉大家说 这个陆信的先生呢 他的死因 跟我们高端疫苗是无关的 那为什么他们要这么急呢 因为预约高端的人 本来就很少了 现在呢去施打人 坎白说是更少 主席你知道吗 在8月23 8月24 他都有公布什么 叫做爽约率 之前陈时中说 一般的疫苗的爽约率是多少 5% 他说是5% 可是呢其实现在 已经提高到11.6% 就到昨天 今天完全没有公布这个数字 因为他们每天的数字 我都请助理 一个一个去把它记下来 昨天有公布 爽约率增加到11.6% 但是今天却没有公布 有多少的人去预约 但是没有施打的数字 所以我觉得很多数字 他们不是每天提供 这是很奇怪的 再来8月23号有16万人接种 8月24号有11万人接种 大家知道8月25号有多少人接种吗 5万9千人 所以光是这个接种的数字 是不是就少很多了 那很多人讲说 因为第二天施打的人多 这正常嘛 可是你要知道 他总体的数字 应该有的疫苗 是有到六十几万 打到今天25号 打到25号的时候 我小记统计才33.9万 所以25号他的数字 至于到只有5万多 不到10万人去施打吗 25号开始 是不是很多人 看到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怕了 大家都讲 高端疫苗的保护力是个问号 这个我们都知道 所以很多民进党的人 他是如何去宣传这个疫苗 他說副作用很小 所以你如果担心打AZ 打莫德纳打BNT 有副作用的人 比方说你是长辈的啊老人啊 或是慢性病的 来打高端疫苗 可是呢你之前所标榜的 不良反应少很安全 现在发现打了一两天之后 就整个破功了嘛 当然会让大家觉得很担心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陆姓的男子 以及另外一个王小姐 他们两位现在目前所验到的死因 都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主动卖的玻璃 那大家当然就会联想在一起说 那这是不是有可能是高端疫苗的其中一种副作用 政府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其实当初就应该要做第三期的实验 因为你只做3000多人 大家谁知道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是你没找到的呢 所以今天之所以疫苗被大家质疑 就是来自你一开始不公开跟不透明 但是现在上线的是我们的这个法医 这个高大臣高医师你好 谢谢接受我们的访问 今天很多人都在约你嘛 因为这个解剖的问题很多不太明白的 我要特别请教你一下 关于我们看到这个 第一个就是那第一位这个死者 陆志峻 那么他的解剖报告已经出炉了 当然我相信你已经看到了 那么另外呢对比比比较强烈的 就是这个九把刀 他现在很希望要验一个免疫荧光反应 另外希望验一个血小板的第四凝血因子抗体 认为这个才能够厘清是不是跟疫苗有关 是这样吗 另外我想请教你像这种 怀疑疫苗致死的解剖都有验这些吗 到目前为止是没有 没有验 我的资信里面 我很多我也不知道也有可能 对那家属可以要求要验吗 还是我要求要验我要自费 算自费项目吗 自费我想家属也会接受吧 如果真的验之真相的话 我想家属会接受了 这倒不是问题 对 我倒觉得说可能家属也不知道 这个问题在哪里 对 我已经在脸书已经解释过了 就是要找出死因 然后死因的地方 是不是有疫苗抗炎的问题 如果有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高端AZ 或者是Moderna 就这样去辨识出来 因为现在科学很进步 把那个荧官乌合体的美联坦 做得非常好 我记得我30年前紀律本巨星 人家做得很漂亮 所以答案 绝对是没有问题 答案没有输那么多 这样子 您跟我们特别解释一下好不好 比较详细的解释 为什么呢 也许我们线上 大概有将近4万多名的网友 他可能今天不见得都有看到你的脸书 比方说 这个陆芝俊第一位 打高端后死亡的这位作家 初步判定他的主动脉 从心脏还有心胞膜有破损 引起心胞膜的填塞等等 合并吸引性的休克 以他这样的案例请教 在解剖的时候 这样能够证明是因为疫苗吗 还是说他应该要再多做哪些项目 才能够证实跟疫苗有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就是个人看法不一样 以我的看法我就是说认为 我就认为说 你有发生主动脉剝离 那个子弄剝离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他不发生在任何一个时间点 却要发生在打完疫苗以后才发生 所以会不会跟疫苗有关 所以我们会去追究 因为一般我们接受一般的医学常识 有受过医学训练 就认为说 你子弄剝离本来伴就会死了 他来跟疫苗关系 他不知道是不是 疫苗会加速子弄剝离的进行 他不会这样想 子弄剝离就会死的 所以这种感觉 每个人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追究原因 所以我们会觉得 他怎么不需要任何一个时间 就要死在这个时间点 会不会是跟疫苗有关 其实这个也不是很困难 我们只要把这个 发生问题造成死亡的这个地方的组织 把它拿起来做欺骗 如果发现里面很多的湿溶性白血球 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是贵病的欢迎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特别染色 比如说就是那个没副合体的染色 整个都是荧光啊 那我们第二个就是没副的结合啊 那这个没副的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再拿出来 做里面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应该 我想应该可以做出来 到底是不是高端疫苗 或者是其他的疫苗的问题 你这样想就很清楚 也就是说 要验是不是因为这个疫苗所导致的 在科学上来讲 是有方法的不困难嘛 对不对 对 只是说我们一般人的感受 是医学 受医学训练的感受是说 你这 破这里一定死的这没法 你不知道 不是 我的感觉是说 也许真的 他本来就有一点主动 对 因为你现在主流要加速进行 那这样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们这个就没有办法去 看个人的看好 如果我是觉得稍微有关 不是直接也有间接关系 不要逃避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定要做到大家 心甘情愿为止 我认为到最还是 会追根就离 但我还要再特别请教你 因为现在打疫苗死亡的 当然不只高端 之前AZ莫德纳都有 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家属 他们都这个陷入两年当中 当然第一个 如果需要 愿意接受解剖的 就是希望把原因找出来了 那家属当然也很悲痛 但是这个部分呢 他有知识上的一个不对称 比方说你今天跟我们解释 我们就知道原来还要验这个 原来还要验那个 那很多的家属不太清楚啊 这个部分您觉得有没有必要 透过一个公开的方式 要公开揭露资讯 或者是说 您说 我觉得应该有个观念 打疫苗一定会有作用 但是这个作用不至于死 会造成死亡 是因为你本身有点疾病 没有办法到最后 就是本身疾病有点关联 但是不能说全部的关联 所以我认为在打疫苗的前后 一个礼拜 自己一定要薪生养病 我来说就是这样 你平民费充的都2-300 你如果没有打疫苗 你不去采用也会怎么办 也是要几十年才会 才会叫做事情 但是你一打疫苗 2-300 你就觉得要降到100以上 你要控制好 你不可以说我采用 反正我碰一下 我200也没办法 你200也没办法 给你200就是 煮的就是怎么办 跟会选的一样 你选的没办法 你百八百也没办法 但是你也要注意 希望你要控制100次 要140以下 不然那时候打了出事情 比如说你180 打疫苗升到200就破了 那不是你有吃的 血压剂的时候 你降到80 撞一跳我100也还好啊 所以这就是 我感觉就是前后 自己要好好把自己的疾病控制好 才去打疫苗 这个是上上策 不能注意到出问题 再挨挨挨挨挨 这样也不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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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